另据伊朗媒体消息 伊朗8月1号宣布抓获一个 总部据称是设在美国的恐怖组织头目 指认这名嫌疑人是制造2008年 伊朗南部城市射拉子清真寺爆炸 以及其他未遂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 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伊朗情报和安全部 一份声明报道 名为闪雷的反政府组织头目 贾姆希德·沙尔玛赫德被伊朗安全部队抓获 他涉嫌在伊朗境内主导武装和破坏活动 2008年4月12号晚 伊朗南部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 造成14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伊朗政府认定爆炸袭击与闪雷有关 伊朗方面说 闪雷总部设在美国加州 意图推翻伊朗政府